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对台军事演训 刚才我讲的针对的是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 不是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目的也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台独地区和平稳定 维护两人同胞的共同利益 只要不搞台独 不支持台独 我想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也不要有什么疑虑 所以在这里我也请您 转告阿里山的姑娘 台独分裂势力 才是他们要担心的恐怖情人